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個人 30分鐘 我們競速333呢 就是希望每個月 然後第三個 禮拜三 大家願意花30分鐘 然後讓自己的 自己家裡附近 或是公司附近的環境能夠變乾淨 不是專檢塑膠袋而已啊 沒有 我們主要是進階 讓街上能夠變乾淨 但其實很多垃圾裡面都還是含有塑膠 我自己是第二次 然後整個 推動小數也是第二次發起這個活動 還蠻開心的 雖然一開始會覺得有一點 膽怯 因為覺得在路上 撿垃圾好像會引人側目 但是開始撿之後就會覺得 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就想到 我們看過的影片在東土島的新天翁啊 他媽媽以為說打火機是食物 就會給小新天翁吃 結果剖開了以後 新天翁的肚子裡面就有打火機 這些打火機 大家都隨意丟掉 然後就不時不時就漂流到海洋 今天捲到最多的是 煙蒂 然後吸管炮 然後掛的東西像這種的鐵片 不知道這裡是從怎麼來的 我就覺得說 其實都市叢林裡面真的還有很多 需要我們關心的這些東西 需要把它清掉 因為它是不可能分解的 對它 對今天 你看有些消防然後 來看一下 吃什麼 有很多的淹地還有這種吸管的那種塑膠膜外殼 這個有什麼外遷 這個如果說很多是在那個靠近下水道的附近 它如果掉到下水道的話有可能就會流入到大海 然後危害到海中生物 其實我平常時就會減塑膠帶 因為我當初的動機是怕人家踩到會滑倒 那後來推競速之後 我覺得減塑膠帶這個動作 就多了一個意義是保護生命 所以我很樂意去做它 因為我們盡速推動小組一直希望大家一起關心海洋 關心我們的問題 但是不一定常常可以去淨灘 但是每天走的路其實都有很多的垃圾 所以我們就發起從我們自己家園開始 我們就身體力行 然後用輕手堅持這些垃圾這樣 我覺得最棒的意義就是可以親自去做 親自彎腰 然後真的親自去撿就會發現 然後原來我們身邊有這麼多小小的垃圾 可是它可能就在水溝 很容易就流到排水系統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也可以帶動身邊的人 像撿的時候就會有很多阿嬤 或是路人會說謝謝我們這樣子 會讓大家開始關心 嗯 就是影音樂計畫 我們需要看采靜的尖社會 我們也不可以集中了 我們需要看采靜的女性 我們需要透過一切 我們需要看釉靜的金牌 我們需要看采靜的地方 我們需要看采靜的身帶 我們需要看釜靜的旦的地寫人